回收再利用 回收再回收 听了志工姐说 参观民众很惊讶 手上这只太阳眼镜 竟然是回收废布料做成的 听到是环保材质做的时候 觉得还蛮新奇的 很棒啊 环保可以再利用 您可能听过 宝特瓶回收 碎化 溶解 冷却 做成纸粒 再溶解抽丝 可以制成毛毯 但制作过程中 一些原本要废弃的布料 就变成垃圾了吗 不 它还能再次回收利用 采用这个毛毯的边边下角 要做的吗 所以我们又可以做回毛毯 再来我们也做回刷毛背心 这个原料去做射出 做到了太阳眼镜 做到了这个口遮罩 不止如此 包括这些围巾 护锡 拉链 扭扣 都是回收废弃的环保布料之成 纺织品 废弃之后再回收 做成纺织品就叫做二次回收的 所以就叫做recycle to recycle R2R是环保新趋势 二次回收赋予环保制品再一次生命 不过过程中 许多技术问题需要克服 这样一次性回收做出来的场面 再回收变二次性回收的时候 它物性就会有降解的问题 经过我们的改制 它已经可以做到塑胶射出 还有带有韧性 回收宝特瓶做成毛毯 毛毯回收再做成其他产品 先进科技做到了延续物名 科技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但是势在人为 表示我们一方面 我们的环保志工们也很辛苦 要很辛苦地来做分类 然后科技人员有这样的一个科技的 来创造出不可能的事情 这项R2R技术获得多国奖项肯定 未来还有更大应用空间 成为永续发展的绿色循环经济